這篇我不知道怎麼下標題 但無論如何我們就把它稱為 Take matters into his own hands 我看了這個中文的翻譯 這個翻得亂七八糟 不能說亂七八糟 沒到位 他這邊講的是 親自採取行動 主動處理 親自處理問題 這個什麼 那它的相反是什麼 就讓別人處理問題 這裡的意思是 通常你的手上這件事情 別人沒辦法幫你完善的處理的時候 你本來是依賴別人 然後希望別人可以幫你弄好 結果沒想到弄不好的時候 就說好了好了 我自己來 我們這時候就可以把說 把你這個行為稱為 I'm gonna take matters into my own hands 我自己來處理 不靠你們了 靠你們沒用了 大概是這樣 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我們來看一下這篇到底在說什麼 這個是什麼人 然後他做了什麼東西來 變成所謂的 Take matters into his own hands 所以開頭第一段 When Marvin Himeyer 他的名字 Lost his fight with the local zoning commission The logical response would have been to petition them again And await a future reply 所以當這個人什麼什麼的時候 那另外一件事情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用When這個連接是連接兩句話 所以當這個叫Marvin的人 叫做 Himeyer的人 他一個東西打輸了 He lost his fight 跟誰打輸了呢 Local zoning commission 所以你知道並不是真的打架 當地的這個zoning commission zoning的意思就是 Zone你知道是區域 所以這個我可能中文不是很熟悉它的翻譯 但總之就是我們 你知道我們這邊可以 這裡是商業區 這是工業區 這是住宅區 那那個土地會劃分有沒有 所以有時候我們說這裡是重畫區 土地重畫 那個畫不是draw OK也不是paint 所以這裡的土地重畫 就是把它的區域重新劃分的概念 所以那個叫做zoning Zone 或者是re-zoning 重新劃分 所以這個人 他 就是土地劃分上跟當局 談判破裂了這樣子 He lost his fight with the local zoning commission OK這個 土地重畫委員會之類的 那 合理的回應就是 好啊那我繼續抗爭吧 對不對 那希望能夠在未來 可能幾個月後 他們重新再去開個會吵吵架 然後看能不能有不同的結果 所以豆點後說的就是 the logical response 合理的回應 OK邏輯的回應 would have been 就會是這樣 可是你看到這邊用的 would have been 就知道這是過去完成式 那就是他的 合理回應應該是這樣 但你知道他叫做跟過去式相反 所以表示 我們從這裡就已經知道 他沒有做這件事 所以你看英文 他有趣在這個地方 so his logical response would have been to petition them again 所以再一次的去 partition 所以這個partition 我們剛剛這個zoning打一下 zoning 那partition就是去 去請願 OK 去連署請願之類的這樣子 去partition 那等待回應 await await a future reply await這個字跟wait不一樣 OK await 如果說你 你用wait的話 多半會有個介系詞 you wait for something you wait on something OK 你甚至可以用you wait at 像例如說我是一個 服務生 I wait tables I wait at tables 這樣子 那await是一個幾乎動詞 後面直接加壽詞 所以他的await 後面直接接的就是reply 所以他就是partition them again and await a future reply 等一個未來的回應 第二段 After all Marvin Himeyer was known to have been a logical man 所以畢竟 這個Marvin先生 大家就知道 he was known to have been a logical man 大家都知道他是很有邏輯的 so it was expected that he would have taken a logical approach 所以大家就會期待著 OK 他是會用 邏輯方式處理的人 但 但是他真的方式 其實我覺得也是有邏輯啦 只是這個邏輯是他自己的邏輯 所謂鄉民的正義 或之類的 好那他這裡接下來說的是 instead 取而代之的是 Marvin Himeyer outfitted his Komatsu Kamatsu D355A Bowldozer 這是一個牌子跟型號 這我剛或許也沒念對 但無所謂 他改裝了他的這個Bowldozer 改裝這裡用了一個詞叫做 Outfitted 通常我們可能用mod 這個字 modify 但這個outfit 這個字也是可以的 Outfit本來就有外裝的意思 所以他在外裝上去改了一下這一台 Bowldozer 什麼是Bowldozer 就是推土機 OK 好所以改裝了他的這個 Komatsu Bowldozer 用什麼改裝呢 Armored plates Armored就是裝甲的意思 Armored OK 那加個ED 就變被動的 Plate就是一片一片的那個 所以他用裝甲片 簡單的說 應該就很厚的鋼板之類的 用這個Armored plates 裝在他的Bowldozer上 A layer of concrete 所以加了一層的那個混泥土 Concrete 甚至翻成水泥之類的 然後再加上 Embolic Proof Plastic 然後防彈的塑膠 簡單說他做了一台戰車出來 那坦克車出來 OK 接下來呢 他就把這台車 改裝車 就開進了這個town裡面 開進他在抗爭的地方 然後就把他看不爽的建築物全部產品了 這個人太屌了 OK So he drove it through the town in a rampage 這個rampage的意思就是 就是施心瘋亂鬧一場的概念 像我記得以前有部電影 後來也有做成 其實是更久以前的一個電玩 一個那種大型的那種電玩 後來巨石強森拍出來的電影 這個電影其實已經是電玩 後來的很多年才拍出來的 所以或許應該講說 這個是一個很長期的一個故事 那這故事裡面講的就是那個 基因變化的白猩猩 你還記得吧 很大一隻金剛 然後再加上那個 會飛的那個狼 OK 就很大的一隻狼 然後還有那個 因為不知道是不是跟飛鼠一起做改造 他會滑翔 超屌 然後好像還有下一隻是鱷魚 變得超大一隻的樣子 那好像這部片的中文叫 毀滅大作戰還是什麼 所以他的英文片名 我沒記錯就是這個字 Rampage OK 所以這個傢伙 He drove it through the town In a rampage Knocking down 13 buildings And causing 7 million worth of damage 所以13個建築物被移屏 或者你就被撞倒這樣子 造成了700萬的這個損失 With his makeshift killdozer 就用他這一台 這個makehift就是 這個makehift就是 就暫時 暫時 就臨時做出來的 所以他的確臨時做了一台坦克出來 就是個makehift 然後他把它稱為killdozer 他本來是bowdozer 就把bow這個字 就攻牛這個字 取成了kill killdozer 都是LL結尾的字 還算蠻押韻的就是 好 這故事到這裡 這篇分享就結束了 但是其實我很久以前就看過這個新聞 OK 這幾年的時候 他把年份去掉了 所以我們這裡看不出來什麼年份 但這個新聞我當年是有看到的 那這件事情是用一個蠻不幸的方式做結尾 就是這一位 這位He Mayer先生 他結束了這場rampage之後 他知道他會必須要接受法律的制裁 所以他就在車子裡面就自殺了 OK 他知道他犯法了 但是他覺得 他打輸了這一個公權力 但他不爽這一個re zoning的這一個決定 其實我自己曾經也冒過這個念頭 就我住的那個桃園那個社區 我就坦白講 那個叫自立行村 OK 在內利加勒服對面的自立行村 那他是一個2000多戶的一個大社區 就是國宅 然後呢 現在掌握在一群我認為是無良的官委會手中 那其中官委會的 裡面的這個主委 跟前任里長 還因為涉嫌貪污被剪掉傳喚過 那現在是都放回來了 不知道是現在有沒有再辦下去 可能還在查辦吧 所以他們涉嫌貪污 那我恨透了這批人 我甚至都有這種壞念頭 我想說好 因為我們 我們有一群住戶 就很想要把這些人給推倒 但推不倒 然後他們又掌握了一大堆爺爺奶奶的這種 他們就很會安撫老人 所以每一次選那個 重新改選官委會的時候 投票都投不過他們 而且他們會用很賤的方式 讓你不能參選 像我們這些想改革的住戶 想要去參選官委會 他們就會說 你信封沒有封起來 對不起不收 信封沒封起來不收 他說違反規定 違反什麼規定講不出來 總是他們用很八道的方式 不讓新租戶去參選 所以我曾經就想過 I'm gonna take matters into my own hands 然後我心裡有 甚至有這種犯罪的念頭 想要去做一些破壞什麼幹嘛的 不是破壞公共的社區 我是想要去搞這些人 但我終究沒有做 OK 可是我看到他 我心有氣清煙 有時候自己一個人是打不過公權力 明明你知道公權力有問題的時候 可是你卻打不過他的時候 這時候你就很想當什麼 蝙蝠俠 講了半天只為了破這一句 OK 就扯了半天之後 你就是很想當蝙蝠俠 你想用一個 你想當一個Vigilante Vigilante 然後take matters into my own hands 然後來自己處理掉這一些 你認為是毒瘤的東西 這樣子 Oh well 好 我們 近Marvin先生 好沒有久啦 咕嚕 這篇到這裡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